聽得到嗎各位朋友 雨超大 不得了不得了 我才準備要出門了 哇今天會很拚喔 我在雙聯站這邊 雙聯站旁邊的麥當勞 才剛到 馬上就接到這一單 今天是這一單馬上接起來 開始 我有這個迷信 第一單接起來往後應該都會生生利利的 所以我已經接到了 我現在要送過去 出門的時候 哇下了好大的雨 我覺得我現在全副武裝 不知道待會雨會不會就不下了 不下我就得想辦法 有點麻煩啦 因為拖雨衣 然後雨衣其實是濕的 這樣子 有點麻煩 不過還是得拖啊 不然等一下可能會很熱 好啦我要去送餐了 今天呢就 不設最低標啦 順其自然跑啦 佛系跑 各位朋友我現在在中山北路的一條巷子裡面 我剛剛送一單過來這邊 其實我目前才送了兩單 然後價錢都蠻高的 其實應該是四單 但是我兩單去掉了 因為一單我到的時候呢 然後 店家跟我講說他們才進單而已 然後要我等七分鐘 那我後面還有一單嘛 所以我就先去接的那一單 那一單是Pizza 所以我在接Pizza的時候系統又丟一單給我 21PLUS 哇各位朋友 21PLUS都是比大包的 那我接的Pizza就不可能 再接21PLUS 所以就放棄 所以我現在目前也只送兩單而已 好啦 非常的棒 因為現在又出太陽了 意思是雨停了 所以我也拖雨衣了 好啦 我現在又接到一單 麥當勞 我要去收尖 玩得太小玩了 各位朋友 我剛剛送完那單麥當勞之後 又接到一單 就是靠近老地方的時候接到一單 不是老地方的 南洋街上面的 哇這真的是不得了 跨區 也沒有跨區啦 我隨便講講的 只是我第一次在這邊接到南洋街的 就覺得 有點遠 不過我就還是接了 蠻有趣的 那表示南洋街現在那邊 應該是沒有司機可以找 誰找到我這邊來了 好像這樣子 好啦 那我現在要 要去南洋街啦 好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金山南路的 一條巷子裡 我剛剛就是送一單到這附近來 然後 現在是七點 七點目前 這裡比較靠近東門站 也就是永康街這邊 七點後 那我今天只跑八趟 這樣 啊 呵呵 今天 今天到現在只跑八趟 就是比較沒有這個夾單啦 都一單一單的送 也不錯啦 因為這個金額也算大 現在買一罐水 好渴喔 好各位朋友 我現在東門站出口2這邊 然後我剛剛就是送一單到這邊 然後在這邊 7再買個水 喝一下 差不多五分鐘過去了 五分鐘也還沒有單 那我應該就是離開東門站 沒辦法 我這個東門站這邊沒有養好 東門站我這邊唯一只有養到就是 前面的八方雲集跟全聯 所以我靠近這邊的時候 我比較容易拿到八方雲集跟全聯的單 大概是這樣 不過我剛去全聯領單的時候 我看到他那邊沒什麼單啦 就我那一單而已 就沒有其他單 所以我在這邊應該是等不到其他全聯的單 那所以我就 回老地方 回去 趕快回去 比較可能會有其他單可以接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台北山旁邊 我今天在這邊 台北車站我大概接了三單 接的三單都是肥肥的 而且沒有夾單喔 所以我就想 今天這裡的單應該一直被丟掉 所以我就決定 乾脆來這邊等好了 目前是 7點45分 7點45分 老實說我今天的這個燙是非常的少 我是跑9趟 因為 就是有一些夾單的 就被我鋸掉了 這樣子 其實剛開始是沒有夾單 剛開始一單一單進這樣 然後後來漸漸開始就有夾單 就一兩單夾單這樣 被我鋸掉 沒辦法 手上的那一單太大喔 根本沒辦法再另外再塞喔 喔 呵呵 因為有時候夾單 他就是 有 有一單東西特別多 或是兩單東西都很多 哇 那我這個包包 放不下去 喔 我這個包包就這樣子大小而已 根本不可能放進去嘛 所以我就只好把那個夾單給棄掉了 喔 喔 這樣 那 價格也是收手啊 就是跟平常一樣 24 40幾這樣 但是我就氣 氣了就算了 那我現在就是 平平看齁 反正順其自然啦 順其自然的想辦法就是 再多接幾單大單 台北車站 微風二樓 喔 趕快 再給我幾單大單 呵呵呵 啊剛好人在這邊 那大概就是閒聊一下 那因為 最近有在那個 臉書 唉唷 我單進來了 我來看一下 沒有辦法跟大家閒聊 啊這單才64 喔距離很近啦 可以啦 接啦 好啦 待會再閒聊 好各位朋友 我剛剛去送完那一單之後呢 我要回到這個 這個M3出口喔 M3出口旁邊 一回來 還沒停下來 馬上又接到 一單喔 是大單 啊 這單 傳統美食喔 小南門傳統豆花 沒錯我要下M3到 底下去接 喔 不過 像這種單我知道很多那種 就騎機車的司機不太願意接 因為 中央西路一段這邊沒辦法騎摩托車 那很多人又不知道該怎麼從那個小巷子進來 啊對我來說 沒差 所以我就接 各位朋友 現在是8點36分喔 我剛剛送了那個肥丹喔 講肥丹也有點怪 它其實是兩單喔 兩單送同一個地址 那送到黃河南路二段這邊 華西街 華西街的旁邊而已 這單也蠻大的啦 一口氣喔 一口氣把我的那個收入往上拉 那當然一百多塊吧 一百多多少 有點忘記 啊那 現在是8點36分喔 我覺得 可能也接不到單了啦 那我現在就是打算 就慢慢的從西門町喔 這邊算猛甲 然後猛甲 然後穿西門町慢慢的 看看在老地方那邊稍微停一下下 然後再慢慢的 慢慢的 這個晃一晃 看看能不能再接到一單 至少讓我今天收入能夠破千 這樣子 喔唷 那邊有老 那邊有老的那個電動機台 啊 分心了分心了 分心了 那我是希望 也不用希望啦 反正我今天就佛系啦 佛系就沒有什麼希望不希望啦 反正就是順順的跑啦 喔反正我是 慢慢的 從西門町 回去 到老地方那邊 晃一下 等一下 喔 看看有沒有 就是 還有沒有單啦 反正我就跑到九點 這樣子 喔今天才跑了十二趟而已 先才跑十二趟 喔大概差不多 我剛才三個小時 啊軍事 軍事 是 那昨天有碰到一位 也是騎腳踏車的夥伴 他說現在差不多 軍事軍武都差不多啦 軍事差不多 他說現在 所以 所以昨天他那樣講 我就稍微釋懷了一點 他說軍事軍武啦 大概是這樣 現在都是這樣子 要不然 我會覺得說 哇 我給我自己設定 目標沒有跑到 我就 就 就 就壓力大 喔 這樣子 那今天 今天算是沒有 沒有什麼設定目標 所以我今天很挑單 今天我還蠻挑單的 今天我是 有一些那個單的那個 金額太少 其實我是沒有跑 我就直接去單 現在我真的都 挑那種單是比較大的 當然 剛有單六十幾塊錢的那個 那個是 想想覺得不應該 應該按下去的 哇 永富冰淇淋 我來吃一個冰淇淋好了 我先吃一個冰淇淋 有接到單就接 沒有接到單就算了 今天來吃個涼涼的冰淇淋 三球五十塊 加一個餅皮五塊錢 五十五塊 讚啦 剛忘記講 永富冰淇淋在昆明街246號旁邊 昆明街跟 貴陽街二端的交叉口這邊 大家經過可以來吃一下 很便宜喔 好 各位朋友 我要回到台北車站 南一門這邊 南一門這邊來 這邊 等單 現在是 8點59分了 剩下一分鐘 可能我今天就這樣子了 因為快9點了 所以我今天跑了 12趟 12趟然後 今天我的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這個 金額喔 沒有說我今天 都是那種 肥單 就是 100的比較多 剛剛有一單是60多塊錢 其實我不應該接讓它飛一下 它飛一下就變多 不過沒關係啦 反正那個 那單還蠻近的 距離蠻近的 接著跑一下也OK啦 這一次的這個燙獎喔 非常的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讚 沒錯 要60趟了 結果我 昨天經驗才跑了26趟 明天應該也是 跑個10幾趟吧 就把它 就跑它個一半 一半多 看看下禮拜系統會不會對我認識一點喔 把那個燙汁降下來 不然我的燙獎都拿不到 那 我最近在嘗試就是 盡量不開電門跑 不開電門 這個是電門 不開電門跑 那跑一跑就覺得 我的體力還算可以 可以負荷 就像我前幾支 前幾支影片我有提到就是我 一公里以內 一公里以內的 我就不開電門 完全用人力去接單 接到了單 收到了餐 然後才開電門送到客戶那邊去 這樣做了 一陣子 我覺得我體力還蠻能夠負荷的啦 還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我有打算就是 接下來我就恢復中午 也開始跑餐 那中午要開始跑的話 那可能 可能我的這個燙刺 跑的燙刺 雖然就可能在往 做往上增加 不過怎麼樣我也不曉得 因為 終究系統派單 還是由系統派單啦 今天系統心情好不好 心情好對你好 心情不好對你稍微不好 不過我講老實話 今天我要是不挑單的話 因為今天我有挑單啦 但是今天我要是不挑單的話 其實我應該是15湯 還是16湯 這樣因為我有 我有去了好幾單嘛 所以就是這樣子 所以有 所以其實啦 就是看要不要去沖湯次啦 不過我想說我這三天六十湯根本沖不完 所以那我今天 在這樣今天我又很 非常佛系的心態 所以我就很挑單啦 我都 都挑大大的 然後 之前我是一直在養 養那個系統 就是讓 讓系統習慣我在精湛的老地方 那我可能之後我會 也 盡量會在台北車站附近這邊等單吧 因為台北車站這邊的單喔 比較多人氣 就比較多人拒單 那我就 到台北車站這邊喔 就是過了市民大道這邊等 反正進可攻退可守啦 就是大概我會在 北門那邊 就是北一北二北 北山那邊等 因為我接到精湛的單 我就等個紅綠燈 我就過去了 很快 好其實很快這樣子 好 那麼 我看一下喔 哇這邊很多蝸牛 超多蝸牛 各位有看到嗎 這邊有一隻 然後那邊裡面 那邊都蝸牛 好多蝸牛 那邊也是 我還有小牆 這個是 闊魚 哇這邊是生態啊 生態園區啊 蝸牛一大堆啊 那個是闊魚啦 蝸牛在那邊 超搞笑 怎麼那麼多蝸牛 這個代表這邊 土地沒有毒 土壤沒有毒才會有蝸牛 是這樣子 好 好了 9點03了 廢話不多 我今天就跑這樣子吧 今天就跑這樣子啦 明天再繼續